字幕提供 Hello 五位網友大家好,歡迎收看 Flash Enjoy 先說不好意思,因為之前有網友 答應了很多網友都說有 Linsus 5 Root Gate Unroot 解鎖 Bootloader Relock Bootloader的教學 但因為時間比較忙,所以未能為大家帶來相關教學 先說不好意思 但今天就為大家帶來這個教學 而且不止Nexus 5、Nexus 7、Nexus 4 一眾的Nexus系列產品,包括手機和平板 都可以用到以下教學去進行Riskey Unroot 解鎖 Bootloader Relock Proloader 另外,Samsung 主流手機,包括S3、S4、S5、Note 2、Note 3等等 手機都可以用到以下教學去進行Riskey Unroot 以及刷一個原生ROM去進行舊磚環延設的過程 詳情如何?現在立刻給大家看看 在開始拆機和還原的教學前,我們先看看事前準備 現在大家看到的手機是Nexus 5 就是為大家進行示範 首先,大家需要進入Settings 內 的About Phone 再按Build Number 七次 就是開啟Developer Option 的分頁 然後進入開發人員選項中 就是剔選USB Debugging 的除創模式 所有手機,包括Galaxy 系列的手機 還是華碩平板的Nexus 平板都是這樣做的 完成開啟USB Debugging Mode 後 就可以先把手機放在一旁 先把手機放在一旁 好,現在大家需要去電腦 去到我的網站 FlashingJord 下載相應手機的USB Drive LG 的Nexus 4、Nexus 5 就是下載LG United Mobile Driver 如果是Samsung 手機,就下載Samsung 下載地址可以在我的網站找到 另外,大家需要下載Unify Android Toolkit 適用於Nexus 手機平板 以及 Samsung Galaxy 系列的手機平板 下載完成後,分別進行安裝 就可以直接進入以下的拆機教程 很快來到拆機教程 首先,大家需要在電腦開啟剛才安裝的Android Toolkit 開啟後,大家可以看到支援一系列的手機 包括由Galaxy Nexus 去到最新的Nexus 5 以及Nexus 7 等平板 以及 Samsung 手機都會有支援 現在我在使用Nexus 5 所以輸入03,然後按Enter 進入選取Nexus 5 現在它會問你進不進行更新 按Low,就是否認 去到主頁面後 大家可以先選擇 你們手機運行的Android 版本 現在我在使用Android 4.4.2 所以在鍵盤輸入12,然後按Enter 系統就會自動進行檔案下載 由於我之前已經用過 所以不再重複下載 現在看到這個版面 就是一系列的設定 以及解鎖和還原的選項 1.是安裝Driver 2.是 Backup 和 Restore 3.到8.是 Unlock 和 Re-lock boot loader 和 Root 機等等的選項 至於9.是一個還原 一個原廠設定 可以幫助大家舊尊 而右邊大家看到的 Fastboot 模式 指Nexus 手機 去boot loader Samsung 手機去download mode 而我現在為大家進行一個示範 就是在Nexus 5 內 安裝CWM Recovery 所以就選擇第六項的選項 在鍵盤輸入6,然後按Enter 然後再選擇CWM Recovery 還是TWRP Recovery 現在在這個同時 大家先拿回大家的手機 然後把它完全關上 然後如果使用Nexus 手機 同時按音量加音量減和電源鍵 進入boot loader Samsung 手機 音量減主頁鍵和電源鍵 進入download mode 進入download mode 現在進入boot loader 用USB 線 把手機和電腦連接 然後就可以放在一邊 然後選擇CWM Recovery 或TWRP Recovery 進行安裝 同樣在鍵盤上選擇1 然後按Enter 現在看到Device Detected in Fast Food Mode 即是這個系統已經 解決到手機 便會自動進行安裝 不單止Recovery 其實其他設定也是一樣的過程 現在返回主母6 之後 大家便可以拔除 USB 線 剛才安裝了CWM Recovery 現在試試是否真的安裝了 現在成功安裝了CWM Recovery 由於其他安裝的過程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在此便不重複教大家 但當然大家可以先按照 系統的要求和指示 進行解鎖或還原設定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發問 我便會盡力為大家解答所有疑難雜証 今天的手機教學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以上內容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發問 另外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這個片段 可以得到更多手機即時的教學評測 新聞和生活趣事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